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常见于上班族 我们的胃主要通过蠕动来研磨和加工食物 再进行消化 但是如果您吃得很快 没有充分的咀嚼 胃就需要加大力度来帮您把食物磨碎再消化 这样就增加了胃的工作量和负荷 长期这样 室卫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状态 总有一天他会罢工 短命事之二 沉起一支烟 早上是沉压高峰期 吸烟会提升血管的应激状态 身高血压 刺激心血管 很容易诱发心梗 脑梗 还有猝死等等这些危险 短命事之三 不渴不喝水 人在早晨起来的时候 身体会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 这个时候要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 帮助吸食血液 避免心梗和脑梗的发生 早晨起来之后 如果您想长寿 一定要谨记三通和三懒 首先我们来看三通 第一通 肠道通 将早起排便养成一种习惯 可以使身体多余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 让身体更加的干净 第二通 心气通 气大伤身 有研究显示 经常生气的人 患癌症的概率 比一般人高出很多 第三通 经络通 尤其是中老年人 经常做经济独立 能够促进气血的下行 增强肝肾和脾脏的功能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对预防老年痴呆 颈肩腰椎病有很好的作用 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摔倒了 说完了三通 再来说三懒 一懒 懒一会床 早晨人刚醒的时候 是晨涯高风期 刚才说过了 此时如果猛的起床 会对心脏关节造成不小的负担 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二懒 懒一会小便 早上醒来 如果立刻急匆匆的上厕所 很容易导致头晕 而且膀胱迅速排空 还容易诱发低血压 甚至排尿性的晕压 三懒 懒一会再吃饭 早晨刚醒 此时唾液和胃液的分泌量相对比较少 如果马上进食 特别是食用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 可能导致消化不了 所以建议您早起先喝一杯温水 半个小时以后再进食 记住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健康长寿才会与您相伴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